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万象和 那台湾股市在今天稍微出现一些休息的状况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呢 可能会直接冲上2万 大家不要紧以为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台湾股市现在整体走势非常的强 所以有机会能够怎么样 直接就往上冲 所以现在还不布局 你真的可能会后悔 那今天谷月韩也出来讲 会上2万 非常有机会长线看会上2万 所以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来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其实很早就跟大家预告 对不对 我们很早就讲说什么 台股上2万不是梦吗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 11月中开始之后 就不停的在提醒大家 可能会上2万 所以接下来大家我们来持续的来验证 11月中跟大家讲 离现在有没有很远 其实也没有很远 对不对 当时在1万6千多 告诉大家台积电即将往上做上冲 对不对 带动整个台股 有看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 相信你都知道 绝对都是持续在验证当中 对不对 那现在你可以发现 马上今天就来到万八了 马上就要来了 也许这个礼拜可能就会上去 或者是下个礼拜 我当然就是告诉大家 过年前非常有机会 直接占上万八 然后过年后也许就上2万了 所以大家把握现在的机会 好那跟大家持续来分享 资源的部分 资源的部分今天没有继续突破 但是基本上我跟大家讲什么样呢 目前现在这个整个上工的 这个趋势还没有改变 今天虽然说有一些压回状况出现 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 这个需不需要担心 这个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488是什么 历史的高位对不对 今天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这边做卖出 今天虽然股价有往下掉 有掉回来一点点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大量卖出 没有 没有 还是都在下面买 比较下面比较多人在买 上面没什么人在卖 那基本上是他这个是自然的回落 然后主力希望他再过几天再继续攻 不要一下子攻这么强烈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然后休息一下 目前今天没有人卖出 所以基本上还有机会 还可以持续看下去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们从哪里 1月1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赚58块了 那就持续来看 玻璃还会放大好不好 那就是持续这样操作 操作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这样在操作的 再跟大家持续分享日月光 日月光的部分 现在很少人跟大家讲 AI类股 很少去讲到这个封测的部分 很少老师会告诉你 但是日月光我们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 就告诉大家对不对 有机会继续攻 有机会继续攻 大家看一下 今天也是一样往上走 今天是台股整个都有一些量缩下来 那日光也缩下来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台湾股市不是说一直连续涨连续涨 这么疯狂的一直涨 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走走停停 反而才会比较好 那大家看一下日月光目前的部分 1136.5 昨天就跟大家讲了 我们这几天都有在持续分享 1136.5这个地方 这边压力重不重 这边压力其实不是很重 这边压力真的不是很重 所以今天没有上去没有关系 告诉大家大家去看今天新闻讲说日月光发什么 发年终奖金一个非常大的大红包来上新闻 对不对 发了好像一点多亿的这个年终奖金 那既然公司运营炒才会有奖金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 有没有机会巨贡 我告诉大家哦 去年都能发到这么大包的奖金 今年啊 这个景气开始复苏 尤其AI啊 用的晶片会不会更多 会嘛 所以接下来晶片这个封装的需求会更高 当然也会啊 所以啊 整个产业在复苏 包括AI的题材持续贯注当中 哎这封测族群是不得了 那之前比较没有什么在涨 那接下你就会看到它开始涨 好不好 所以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 那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布局 上个礼拜就已经做布局了 那虽然说它走势稍微慢一点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边突破之后又会有下一个什么 下一段喷出 又会有下一段喷出 所以基本上整个走势都还没有完 那一样啊 涨上来 看到这边好像怎么样遇到这个前波高点 但是这边没有压力 这边也没有人卖出 那就是怎么样 整个走势还有机会 所以就欢迎大家持续来看 那再来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档股票 昨天也有跟大家分享 是利台 利台今天继续攻 走势非常强 那其他的AI类股 都今天都熄火都休息 利台今天继续涨 那为什么 板卡族群是个AI运算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一个环节之一 利台今天继续攻 那我跟大家讲 整个格局是比其他来的强的 那也比其他板卡来的强 像技嘉今天也休息 对不对 技嘉今天没有涨嘛 那问题是利台就比较强 好不好 那这边有没有压力 压力不是很大 所以有机会 在今天快要挑战到这边的位置了 今天而且收在哪里 今天收盘 收在这个71块 那最高在71.5 没有差几档 那就跟大家讲 接下来还是有机会 继续的往上做上升 那这个礼拜其实都还有机会 大家可以持续来看 那假设挑战这高点成功之后 我告诉大家又是往上做喷出嘛 那基本上就会有更多的行情会出现 那我们已经赚多少 17.6了 接下来会赚更多 那这边持续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还要再来跟大家讲一档股票 就是什么 电光实货股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怎么样呢 你就到LINE上面来私讯我们 或者到IG上面来问说 老师我们想要一起操作 我们这档电光实货股 那我告诉大家今天 很多AI股没有涨 对不对 我们这档股票还是持续上攻 那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那目前它的整个格局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就欢迎大家来了解 跟上我们的脚步 现在千万不要浪费机会 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强势 还有机会能够持续的往上做一个带动 那赚钱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像这个谷月韩 在这个昨天的时候也讲什么 讲说这个半导体产业 它列出49家 这供应链列出来都非常的强烈 告诉你什么 未来十年后市值将成长多少 成长十倍 那其他这个其实 它的内容并不是很重要 那我就告诉大家 非常非常期待能够持续上攻 整个半导体产业因为什么 因为AI的这个成长 会带动它整个开始往上做一个上攻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它这边是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忠实及时讲的 讲说长线有机会挑战两万点 那一样这边提到半导体市值将成长十倍 成长十倍 请问台湾是不是最大的赢家 台湾是最大的赢家 包括美国都没有台湾不是这么大的赢家 美国就可能intel amd 会打但是整个产业 整个集中产业链都是在台湾 所以台湾会是最大的赢家 所以你会看到未来台湾股市 不只是什么 长期有机会看到两万 今天这个股月韩才讲 我11月份就已经告诉大家 台湾股市会上两万 机会非常非常高 那今天股月韩也出来讲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真的不要放弃现在的机会 而且未来你会发现 虽然说物价有这个上涨 但是未来台湾的这个财富 你会发现开始累积 不断的往上做一个累积 所以那就是如果说你不参与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累积到 所以还是不要浪费机会 但是我跟大家另外讲一个东西 这边是什么 雅虎新闻 同样一个记者会 人家下标题居然不一样 居然讲说台股上网两万 不是很有信心 我告诉大家新闻真的要慎选 前面两家媒体 两家媒体这个忠实及时 巨亨网都讲说这个台湾股市看好 雅虎居然跟大家讲说什么 不是很有信心 奇怪都是同一个人讲话 居然可以把它曲解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市场上的资讯 你一定要慎选好不好 一定要慎选 那基本上它后面 这一篇新闻 我是把这个重点列水给大家看 讲说这为什么 他把谷月韩写这个话 要曲解成这样 讲说这个短期资金用管了 对不对 但其实后面的内容是跟前面两篇一模一样的 包括列了49家出来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好好的想一想 有些时候市场上这个新闻媒体 不是非常好心要提醒你现在能够进去赚钱 我跟大家讲是真的是实话 所以你真的特别要小心这些资讯 再来看一下台积线的部分 台积线的部分走势非常的强 我告诉大家非常的强 今天怎么样呢 在这边做震荡 跌破昨天的什么低点 但是问题是你看今天收盘的时候怎么样 今天收盘的时候留下了下影线 所以告诉大家 我是已经昨天有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现在挑战到2022年上面 有一些人套牢套在上面 所以资金会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个整理之后 才有机会继续攻 那不会说一次到位一次就到万八一次 然后呢就整个上去 台积电也是有压力需要消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稍微做个整理 也许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 因为前面套牢的时间非常的久 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需要休息 熄火是非常正常的 那不是像那个雅虎新闻告诉你 哇台湾股市很糟糕 可能不是很有心 真的不要去看这些标题 看了标题我相信你就吓死了 你不敢进去做对不对 你也不敢进入这个市场 特别小心 那刚刚台积电还有机会 再继续往上做一个上工 大家可以持续做关注 那另外的联电的部分呢 这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55块被什么 某个Stanley在这边大卖 还放新闻稿 当天放新闻稿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哇看好了 看好了55块 结果在54.8块的时候 大卖特卖一路的卖卖卖卖卖下来 我告诉大家联电没有这么烂 整个景气也没有这么差 半导体产业也没有这么差 那这单纯是什么 他们想要套现出场 市场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坏 那你没有办法 那我跟大家讲 那现在卖下来 你会发现其实在下面 卖下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接 很多人在进场 然后呢你看这边叫什么 这边叫一个P型反转 直接推回去了 那基本上50块以下 包括下面是一个盘整区 是很多人很多其他机构的 这个什么成本区 所以不会让你这么顺心的 说我把你卖 直接卖到10块钱 卖到基站谁只要苦 不可能是事情 所以现在联电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可以让大家持续做布局 我估计大概整理的1到2个月 联电会再重新的往上做上工 而且法术会快到了 对不对 大家期待嘛 我认为法术会后也许又开始做 下一段的攻击就会出现 最后看一下 Morgan Stanley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我讲了好几天了 讲说台积电688 大家特别小心 会不会再动手 那就一样 大家来关注 好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到台湾股市连续涨1234 涨第四天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休息 今天量也稍微下来了 到3000多亿 3000多亿出头而已 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 有没有压力 压力其实也不大 压力不大 上一次嘛对不对 年初的时候嘛 有机会直接突破 然后就到万八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 非常有机会能够看到 那我们就持续做观作 那就明天再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也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